一年一度的全国高中童军大露营活动 今年在大甲高宫登场 一共有166所学校3000多人参与 人数创下历年新高 活动共分为童军技能 大地游戏等五大组别 学生不但要尝试野外生火 自制简易绿水器等求生技能 还要学习包扎CPR等急救技巧 不少学生是第一次体验 感到新鲜又相当实用 学生们爬过战车架 体验示范成品的使用方式 接着就要脑力激荡 尝试以竹子和绳节搭出一样的桥蹲 借此测试童军技能的熟练度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期五天四夜的全国高中童军大露营 在大甲高宫登场 共有3149人参加 人数创下历年新高 我们上面的话部分的地方用十字节 然后如果是比较偏直角的地方的话 我们会使用方回节 我们的策略的方法呢 就是先搭出两面的战车 再将两面的战车合并在一起 对 然后稳固之后呢 再将下面的基座 加两只竹子把它绑在一起 这一次活动是2018年 全国高中大露营活动 围棋有五天 除了第一天 大家进驻开训 中间我们有三天活动 像今天开始 我们就分为三天的模组活动 分为兴趣活动 童军技能 科技体验 及文化裁缝 这次共分为五大组活动 其中童军技能又分为 赤后达人 野外达人 以及求生达人 三个项目 学生不但要尝试 以大小石头 木炭与纱布 制作简易绿水器 还要体验用简单素材 在野外生活 即使成功点燃 卫生纸上的火苗 但无法延续火源 也不算过关 就是打火石一直点不起来 中途有快灭的时候 就把木材敲稀一点 敲碎一点 让它助燃 这个营火的程序 一定要对 你不对的话 那它绝对引不起来 是让他们体验 一般来讲 我想十分钟里面 应该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第一大象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的 刚才所谓的 伺候达人 那有秋千架 悬空旗桿 第二大类就是野外达人 那会有生火石 打火石 还有火煤棒 还有避难小屋的部分 第三类为求生达人 那会有救难包 还有搬运的方式 拿起竹竿当检疫座椅 再以绳子将伤患 固定在前人的背上 就能够在深山 以较安全省力的方式 移动伤患 这些可都是翻教科书 也学不会的求生技巧 透过同军营的实际训练 也让现代3C全域的孩子们 能够有机会学习 在野外自救救人的能力 这里林轩台东测不到 是 还有 谢谢大家